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们 感谢我们能够 衷心的来到 主的面前来收看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透过活泼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QT 感谢上帝 相信每一天我们在 神面前的QT 我们都有许多宝贵的领受 那我们也透过上帝的仆人 在这有一些的分享 我们也能够彼此来鼓励 彼此一起来成长 愿上帝是恩是福 萨摩尔记下 十三章一到十四节 大卫的儿子亚沙龙 有一个美貌的妹子 名叫塔玛 大卫的儿子安嫩爱她 安嫩为他妹子塔玛 悠极成病 塔玛还是厨女 安嫩以为难向他行事 安嫩有一个朋友 名叫约拿达 是大卫长兄 士米亚的儿子 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 他问安嫩说 王的儿子啊 为何一天比天瘦弱呢 请你告诉我 安嫩回答说 我爱我兄弟 亚沙龙的妹子塔玛 约拿达说 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 你父亲来看你 就对他说 求父叫我妹子塔玛来 在我眼前预备食物 递给我吃 使我看见 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于是安嫩躺卧装病 王来看他 他对王说 求父叫我妹子塔玛来 在我眼前喂我做两个饼 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 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 对塔玛说 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 为他预备食物 塔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 暗嫩正躺卧 塔玛转面 在他眼前做饼 且烤熟了 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 他却不肯吃 便说 众人离开我出去吧 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 暗嫩对塔玛说 你把食物拿进卧房 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 塔玛就把所做的饼 拿进卧房 到他哥哥暗嫩那里 拿着饼上前给他吃 他便拉住塔玛说 我妹妹你来与我同情 塔玛说 我哥哥不要颠辱我 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 你不要做这丑事 你颠辱了我 我可以掩盖我的羞耻呢 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 你可以求王 他必不禁止我归你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 因比他力大 就颠辱他 与他同情 感谢主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 大卫的家族的故事 在撒姆尔记下 十三章一到十四节 我们就看到 不知道经过多久之后 我们上帝因着大卫一次的 这样一个犯了那么严重的罪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报应 就继续的在这个家族里面发生 圣经开始就举了一个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大卫的一个儿子 暗论喜欢了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 他妈 他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处女 而暗论呢 就暗恋她 然后就想尽着办法 要得到她的爱情 圣经里面这里说 大卫的儿子暗论爱她 可是我们就在思想 也给我们今天 我们在男女的关系上面 让我们要睁开眼睛 我们要理性一点来看 这个暗论王子 他爱这个美貌的这个妹妹 这个爱 我们以为爱就一定是 冠冕堂皇 就为爱我们可以付出一切 我们觉得这个爱情是最高贵的 是可以突破一阶的禁忌 突破一阶的界限 可以一直往前冲的吗 当然不行 爱要被真理来约束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哥哥暗恋 爱妹妹 这就是一个扭曲的爱 这就是一个不合真理的爱 你哪怕你有一个多么出于 那个崇高的 纯真的理由 根基都是不对的 就像今天 如果我们有这个 结了婚的人 我们去爱 婚姻外的第三者 没有结婚的人 去介入别人的爱情 别人的婚姻的里面 哪怕说 我的爱是多么崇高 我的爱多么爱得空空烈烈 我一定要得到它 那个根基就是不对 这样的爱 发展下去 带来的就是毁灭 所以爱 不是成为一个信仰 成为一个主义 我只要有爱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错的 不对的 所以 大卫的儿子暗嫩 他爱自己的妹妹 这个爱就是一个变态 扭曲不健康的爱 本来就应该要阻止的 本来就不应该让他继续的 这个发芽 结果下去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他这个爱是一个怎么的爱呢 他这个爱 不是去好好的去追求 好好的去谈恋爱 他的爱是一个占有的爱 这个爱是要 好像爱到一个地步 就是要去占有他 要去玷污他 要去跟他上床 要跟他同访的爱 没有婚姻之前 我们这样的一个爱 不合乎真理 是不讨上帝的喜欢的 今天我们看见 社会上我们男男女女之间的 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好像我对你的爱 好像那个结果 就是不管婚姻 不管道德 不管礼数 我们的爱 我们就最终 我们就觉得说 我只要跟你上床 我只要跟你发生性关系 这就是一个爱的高峰 这就是一个爱的满足 但今天我们再次的 从大卫的儿子 安能的身上 我们看到 如果爱不被真理来约束 如果爱不在真理里面的爱 就是一个乱爱 就是一个烂爱 就是一个犯爱 就是不被上帝所喜悦的爱 所以我们爱需要知道 在爱的背后 我们要如何的来用真理 来引导节制我们的爱 今天给我们都有一个 很好的学习跟反省 好 感谢主弟兄姊妹 我们继续来看 当我们看到 这个暗论爱他 我们在暗论的身上 看见那一个不合真理 不健康的一个爱 所以爱永远不能够成为 我们的一个理由 我只要爱 我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不 只要你喜欢 绝对有所不可以的地方 不然的话 我们的爱就要成为一个放纵了 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用爱做理由 我们可以带来 许许多多人际关系的破坏 这样的一个社会 决定是堕落败亡的社会 感谢上帝 当我们看到当这个暗论利用了各样的方式去引诱 去要得到他妈的时候 我们从他妈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 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姐妹 她所发挥出来的道德勇气 她所发挥出来的 她所认为的一个道德的界限 我们看到当这个暗论要跟他睡觉 要跟他发生这个奸情的时候呢 她妈说什么 她妈说 不要侮辱我 不要侮辱我 我是一个处女 我不应该在没有结婚之前 做了这样的一件丑事 特别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在上帝的诫命的里面 我们不应当如此行 如果你玷污了我 我就蒙羞了 因为我在未婚 我就失真了 所以我们看到 她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她是一个守真的姐妹 她用她的道德的勇气 她来拒绝 她来抵挡 暗论向她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最终 虽然我们看到 因为这里说 暗论力气比较大 她是最终是用强暴的 强力的 在违反她妈的自由意志之下 她真的是一个强暴了 这个她妈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学习 特别给今天 我们许许多多 亲爱的未婚的姐妹们 我们有没有看重我们的真操 我们的真结 那是一个极大的荣誉 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民结 我们从她妈的身上 我们看到她守住了 她坚持的 她要守住这个 虽然最后 她仍然失去了抵抗 但是她是清白的 她是无辜的 她是无罪的 甚至她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甚至她还跟暗论说什么 她说 你不要这么做 你可以跟我们的爸爸大卫 跟他导 跟他求 她会把我嫁给你的 你干嘛要给予一时呢 让我失去真结 让我背负一个 我是一个不争的一个女人呢 她甚至用这样一个婉言 用一个这样的智慧来拦住 暗认不犯下这样子的一个罪 虽然我们知道 应该从这个圣经的诫命里面 近亲结婚在那个时候是不可以的 可是她仍然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话语 或是一个巧技 希望能够禁止这个安冷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从他妈的身上 我们真是看见一个非常可取的 非常难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忠于自己的民洁 不让自己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 犯罪的帮凶 不让自己在这样的事情上 让男人跌倒 让男人犯罪的一个帮凶 他守住 当他守住的时候 如果安冷也愿意守住的时候 等于就是拯救了安冷一样 我通常也思想到 当大卫要去引诱 要去跟巴士巴发生奸情的时候 圣经没有讲到巴士巴有什么反对 有什么样的拦阻 有什么样的强力的阻挠 如果巴士巴他知道 他是一个已婚的妇人 他愿意以死来抵抗大卫的时候 我相信可能大卫就不会犯下一连串的错误了 所以从这身上我们看到 当一个姐妹守住自己的清白 看重自己的争吵 他不但救了他自己 我相信也救了那些许多的男人 就愿神使恩怜悯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 让我们从这些古老的故事里面 也看到今天 我们如何来面对 我们一样在男女关心上面 在这样子的一个放纵情欲 在这样一个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 一个堕落的世代里面 求主怜悯 求主光照 让我们身为弟兄的 身为姐妹的 主我们都各自有我们要守住的 主啊 我们不能够满足自己的情欲 而以爱为借口 我们可以为首欲为 主啊 也让我们的姐妹们 可以在自己的忠贞 坚贞方面 主啊 能够保守自己 也不成为犯罪的一个管道跟迷藉 求主怜悯是恩 求主带领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